這個藝人黃子嬌的MeToo事件 看起來風波還沒有落寞 因為今天下午呢 這個黃子嬌是首度的在事件發生之後 公開露面 他來到這個台北地建署 來進行復訓 那麼其實根據了解呢 在檢方呢 在今天早上八點的時候 就已經到這個黃子嬌的家中 包括在這個中山區 還有新生北路的兩處住家 來進行搜索 那麼一路呢 經過大概三個多小時的一個搜索呢 包括帶回了 像是這個黃子嬌的一些3C的用品 包括像是他的手機 還有電腦 來回來進行徵訓 那麼另外呢 還有包括他兩處的工作室 也來進行搜索 那麼事後呢 在下午的大概3點半左右 接近4點的時候 那麼回來回到台北地建署 來進行復訓 那麼其實呢 可以透過我們的畫面看到 他在接近4點鐘的時候 出現在地建署 其實呢 有不少的這個警力包圍 護送他進入到地建署裡頭 整個過程 大概花不到10秒鐘的一個時間 不過呢 面對大批媒體的時候 黃子嬌呢 是不發抑鬱喔 包括了像問及到 他有沒有要對這個受害者 來進行道歉呢 那麼可以看到 他其實呢 全程都是非常的 這個低著頭 不發抑鬱 而且表情相當的凝重 不過呢 也可以看到呢 他其實今天穿的是 深藍色的短袖襯衫 還戴著帽子 還有口罩 但是呢 還難演 他這個表情 其實是相當的憔悴 我們來看一下 他稍早畫面 黃子嬌呢 走開啦 那有見話 小燕一定要好好面對 好那麼黃子嬌呢 在B2事件爆發之後呢 上個月就有民眾 上台北地檢署來進行告發喔 那麼台北地檢署呢 也針對這個黃子嬌的案件呢 列他自案被告 那麼呢 針對黃子嬌呢 來進行這個調查 並且呢 把案件交由 這個附庸案件 相當經驗豐富的 這個檢察官 來進行偵辦喔 那麼其實呢 在事後呢 黃子嬌也曾經 透過公司發表聲明 說他一定會勇於承擔 並且呢 再一次向這個受害者 來道歉 而他也願意 來配合這個司法的調查 而事後呢 他跟自己在這個 臉書上首度來發聲 而且整篇文章 高達了兩萬字喔 那麼除了再次 向這個受害者 來道歉之外 那麼也說 他也會勇於 來承擔這整起的事件 那麼今天呢 他根據了解喔 他其實在今天 被加州還有工作室 在進行搜索的時候 他的妻子 孟耿如也在現場 那麼兩個人呢 根據了解 其實他們表情 都相當的淡定 情緒相當的穩定 也願意配合調查 那麼現在正在進行 附序 稍後有持續 最新的消息 我們將持續在您掌握 立刻下載 靜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